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最近隨著我們中國華為手機MAT60號的銷程 而其中在手機裡面 搭載著麒麟9000S的芯片 可以說到是轟動全球 但我們的銷路這麼火 令很多企業甚至國家站不住震腳 包括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 他出來發表一番偽論 說會放寬對我們中國的芯片限制 而究竟這次華為的麒麟芯片 是否代表著我們中國已經突破了美國對我們的芯片封鎖 以及剛剛說到的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 有傳他就說到我們中國華為 是透了他們美國的技術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們稍後回來也會跟大家說 還有想跟大家說 接下來的9月10號星期日 我們香港青年有一個惠州的看樓團 今次就會帶大家去到惠州的商業灣 大家記得把握這次的機會 因為商業灣的單位是賣得很搶手 能夠選擇的特價單位已經不多 要參加的朋友就記得找大眼報名 而報名的WhatsApp就是 另外中秋節就快到了 我們香港青年有一個月餅的優惠 大家只需要出示一張有大眼麥頭的優惠券 就可以以優惠價128 購買原價298的陳皮月餅一盒 詳細的領取方法和地址 就記得留意我們的社群 所有詳細資料社群裡面都會有 還有那張優惠券都會在那裡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讚好留言和訂閱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還要記得幫你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影片 最近我們中國的華為MAT60P手機 就買到成行成市 而其中搭載著全新的麒麟9000S芯片 也都引來業界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人歡喜就當然是有人仇 而仇的幾個國家就包括美國、日本、德國和英國 在售賣當日就馬上買了我們這部手機出來 去刷碎它 看看裡面的芯片 究竟是不是中國製造的 好啦你們驗證了 最後發現到的結果是什麼 這塊麒麟9000S的芯片 完全是由我們中國自家研發自己製造的 但當這個消息一公佈出來 美國那方面就馬上說到對我們的芯片 不再打壓那麼多了會繼續把芯片賣給我們中國 但是有條件 就不包括最頂尖的幾塊 但我認為這次 就不是美國想不想賣你們芯片的問題 而是我們中國 究竟還需不需要你們美國的芯片 其實有關美國之前對華的芯片限制措施 在整個芯片業界甚至科技領域的界別 已經出現了很多反對的聲音 就在三年前 微軟的蓋茨也說過 若然美國限制芯片出口給中國 就將會令到中國 能夠自給自足 而Intel的CEO也說過 若然不能夠跟中國交易 就將會是美國最大的損失 不單止這兩大巨頭發聲 還有很多這個界別的人士 就著這次事件 跟美國做出反對的聲音 但時至今日的結果是怎樣 大家有目共睹 就像蓋茨所說 美國不賣給我們 中國就自己做 這句說話 在三年後的今天 就已經實現了 就在這部這麼熱賣的華為 MAD60號的手機裡面 搭載著一塊 麒麟9000S的芯片 就完全實現了蓋茨這句說話 既然這麼先進的芯片 都被我們中國製造了出來 照理來說 美國就算限制不限制我們的芯片 好像沒什麼意義 既然沒有意義的話 就應該完全解放這個芯片禁令 但是這個時候 美國的商務部部長雷蒙多 竟然提出一個條件出來 說到芯片可以賣的 但就不是高端的 只是賣低端給我們中國 不過這樣說 美國商務部 就不單止雷蒙多出來做出這樣的偉論 而另外 商務部還說了一些九不八的說話 他說我們中國華為是涉嫌抄了他們美國的技術 才能夠研發到這塊芯片出來 說真的 你們封了我們芯片 都封了三年多了 這個規矩就是你們來定的 既然你們不賣芯片給我們 我們又怎麼能夠拿到這些芯片的技術去抄呢 雖然這件事 我們中國的外交部就沒有回應 但照我看 都不用再理會了 反正都有一些無稽的說話 我們接下來就會看看 究竟這塊這麼高科技的芯片出現的時候 哪一個是會受到最大影響 所謂的影響當然就是利益 在美國這麼多芯片巨頭當中 哪一個最不願意見到我們的麒麟9000S出現 哪一個最不想失去我們中國的手機芯片市場 這個就是高通 過去幾年高通得到美國的神助攻 就不把高端的芯片賣給我們中國 一時之間華為就需要投入高通的懷抱 之前出過這麼多款旗艦手機 全部都是搭載著高通的芯片 只是計2021年到2022年期間 這一年之間華為向高通買了多少芯片 平均計算起來也有3000多萬粒 大量的芯片採購量 高通當時就賺到笑 再加上華為那段時候 就投入了高通的懷抱 有其他國內手機製造商 也走去買高通的芯片 搞到那段時候的高通 他們的芯片是賣都賣不及 若然今天下單的話 半年後才有收貨 但去到現在 我們的麒麟芯片可以說是強勢回歸 將要面臨最大損失的高通 最起碼就會失去華為的訂單 而其他國內手機廠的訂單 也將會慢慢失去 正所謂越升得高就越跌得倒 預計在2024年 高通的芯片訂單 將會比最高峰的時候損失5000萬至6000萬粒 而且在未來還會逐年遞減 說真的華為回歸我們的手機市場 只不過是遲早的事 甚至乎將來華為的手機銷量排行第一 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不過我們的華為MAT60部手機銷量那麼厲害 不僅是美國業界害害 就連早前應邀美國 去限制他們鋼黑機出口的荷蘭 也開始有新回應 Asml已正式宣佈 會繼續向中國售賣鋼黑機 當時你們荷蘭不是很威風嗎 要聽全美國話 美國要你封就馬上去封 大家要知道要製造這麼高科技的芯片 自然在背後就有一些高級的光刻機去支持 所以ASML一見到我們的華為手機出來之後 就馬上跟荷蘭政府申請 要繼續向中國售賣光刻機 還說到若然賣光刻機給我們中國 還可以緩和到中和之間的關係 不過說真的 無論你們的科技有多先進有多厲害 到最後都要得到市場的支持 簡單來說 若然沒有人買你們的光刻機 你們會飛也沒用 但收到這個消息 美國的媒體還在說 荷蘭你們快點買你們的光刻機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放在歐洲 其實之前有這麼多國家 限制我們中國科技領域的產品 這些這麼多國家 應該要認清事實 我們就以美國為例 你們為什麼要限制你們的晶片出口 就說到要保障你們美國的半導體行業 說要令到你們美國的晶片公司 保持著行業的先驅 想著用這樣的明目 就走來限制我們中國的芯片 說真的如果真的保護到的話 當時當刻不會那麼多人出來反對 甚至乎你們的業界巨頭都走出來反對 好了 去到今天一切都完了 既然說到華為已經擺脫了美國的芯片依賴 其實都不為過 芯片始終都是硬件的依賴 有人就說 你們軟件方面又怎樣 大家不要忘記了 華為早前的鴻蒙系統已經出來了 而用家方面的感受 也是非常良好的 其實之前華為的老闆任正非 已經給足面你們美國 他之前很多次都說到要好好向美國學習 學有所成才能令華為手機更完美 但沒辦法 你們限制我們這麼多東西 就唯有我們全部都自己做 那美國所謂的保障他們美國的行業呢? 照我看來 你們的限制不會令到你們美國越來越強大 只不過是令你們美國的芯片行業 慢慢走向發展的地獄 接下來我們也預視到一個情況 就是美國不再是這個芯片行業的一哥 就將會被我們中國的企業慢慢取代 最後我也贈美國一句 你們好自為之 今天我們香港青年頻道的分享就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 拜拜